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第一侧介绍了这个 函数图形的平移 好 那我们在这里很快的整理一下 如果你把函数图形又移N单位 也就是说 新图形的点 会在原本图形的 右边 比如说三单位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说代表怎么样呢 你要我去找到Y 我就把你给我的X 先减三个单位 就可以用原函数去算了 所以新函数可以说是原函数 X以X-3取代 所以说右移N单位的话 那新图形是原图形的 X以X-N取代 虽然右边X是增加 但是如果说图形右移的话 他的点比原本都多 X都多3 但是方程式就要用X-3取代 那如果是上移 就是Y以Y-N取代 下移才是Y以Y加N取代 但是因为我们喜欢把函数 写成Y等于什么什么 所以当你上移的时候 Y以Y-N取代的时候 就会变成 移到后面去变成整个函数加N 如果是水平升长两倍 那根据刚才说法是一样道理 就说 现在呢 一样的Y的变化需要两倍的X 才会看到 从2 变到3 这之间的变化现在变成是要从 这个4变到6 你才会看到他的变化 所以你要 去算那个函数的Y值的话 你需要把怎么样 X除以2 才能用原本的函数去算 所以 水平升长两倍的话 是X以2分之X取代 千值升长两倍的话 是Y以2分之Y取代 但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会习惯把 2乘到对面去 所以你会得到 他会等于是 两倍的F 负O付X 也就是说 函数 乘以 N 乘以 我们这里是写2 乘以2 那如果是 X以负X取代的话 图形会 以Y为轴 左右翻转 然后 如果是 Y以负Y取代的话 图形会 以X为轴 上下翻转 这个我们等下都会再举例 好那 Y以负Y取代一样 乘到对面去 会变成相当于 函数乘-1 那就是以X为轴 上下翻转 如果以 X也以负X取代 Y也以负Y取代 是 旋转180度 就是左右翻转 右上下翻转 然后如果把这个 图形取绝对值 X以绝对值X取代 那是左半Copy右半 Y以绝对值Y取代 是下半Copy上半 都取代了 就是 这个 都模仿第一项线 如果是把函数 整个算完取绝对值 那是把函数图形 比如说 这样子的图形 在 X以下的部分 往上翻 但是X以上的部分就 不动了 可以吗 我画这个有够难画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好难画的 好 OK 然后我们因为现在进入到这个指数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特别前面也讲了 指数函数图形的话 这个2的X次 画起来是长这样 那1分之1的X次呢 他其实是2的-X次 他刚好跟2的X次 以Y为轴左右颠倒 OK 2的X次 复习我们前一集 所讲的 会过01 过12 跟X等于Y无焦点 对不对 下面这个 2的-X次 也就是1分之1的X次 他是 过01 过-1 2 跟 这一条 这个 X等于-Y 无焦点 他们两个 会对称与Y轴 这里的对称与Y轴是指跟他相比 可以吗 那如果是Y以-Y取代 就是 或者你可以把它乘到对面去变成是Y等于-2的X次的话 那跟原本这个是 以X为轴上下翻转 有没有 跟上面这个 以X为轴 上下翻转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Y等于-2的X次 他不是-2的X次 是我们-2的X次是不合格的指数函数写法 然后 那个要刮起来 我们这个没有刮的话是先算算完次方才负号 所以这个这个式子是OK的 可以吗 然后说X以绝对值X取代的话是怎么样 左半扣皮右半 左半扣皮右半原本的左半会不见 然后把右半扣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我们是过1-2 过24 过 -1和 -2 1 那现在如果你把X取对值了 你X带-1进去得到的还是2的1次2 X带-2进去得到的还是2的2次4 就不会有这边了 所以就是左半扣皮右半 这里这个图形要注意一下 Y等于2的绝对值X次 这里 他不是圆弧状的 他不是那个像X平方那样子抛物线底下圆滑的 他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盾尖 就是像那个盾牌这样底下尖尖的 所以这里要注意这个地方 那如果是绝对值以绝对值X取代是下半copy上半 那因为我们整个图形都在上半部 所以就等于整个图形翻下来 那如果是整个算完采取绝对值 因为我们的图形都在上半部 所以就没东西要翻 这个是 以上那些这个平移效果 发生在这个 Y等于2的X次 那我们在这一集介绍指数图形呢 还要再进一步 讨论一件事情 就说如果我同时对一个函数 做了两三 种的调整 导致他的图形会先 怎么样移动再怎么样翻转 那是要怎么画图 或者说那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式子 所以 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这里写 画图并回答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回答 如果我把Y等于2的X次 这个图形 先右以两单位 再左右翻转 降方程式会是什么 按个暂停自己想一下 好不知道你有没有 画好呢 有没有回答这个答案 方程式 我们在做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包括后面 除非你已经很熟练了 到段考前已经非常熟了 除非你很熟 不然的话 都分段做 让自己每一段都做的有道理 不要凭空用估的 先把这个2的X次画出来 那我所谓的分段做就是说 先做第一件事情 又移两单位 图形的话 因为你也不用 不用画到多项 所以暂时先不管它 重点是什么呢 方程式要写什么 好 那 所以回答我 图形又移两单位 会怎么样 是我们把方程式 X以什么取代的图形 是又移两单位 下面写 X以 X-2取代 所以这个叫做 Y等于2的 X-2次 他过的这个点其实会变成是原本-2过的那个点是四分之一 标上去最好 所以等于说你X带进来0带进来有没有就是2的-2次是四分之一 再 左右翻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方程式啦 重点在于方程式 当然图形最好也要画得正确 那这里还是四分之一 对不对 来这样这个方程式会变什么 我们这个 左右翻的话 X以 -X取代 所以这个方程式是这个的 X以-X取代 你会看到的答案是 Y等于2的-X-2 如果是第二题 先左右翻再右移两单位 那我们这个图就不重画了 先 左右翻 这里还是1 这里还是1 那这是Y等于2的-X次 对不对 X以-X取代 这个就是Y的 Y等于2分之1的X次 这都刚刚画过 再 右移两单位 来告诉我市值会变什么 那我们在这里 写哦 右移2 即便你已经知道了 还是写 增加自己的 记忆 对这句话的记忆 我们在 第一次的时候 介绍的时候 我有讲 我所使用的 描述他的字 描述他的方法 是有意义的 是精确的 好所以我希望你们用我教的方式 去描述他 不要把他讲成 右移2-2 减哪里减2 减在哪里 左右翻 乘负号啊 乘在哪里 所以右移2是 X以 X-2取代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个X 他是被 乘了一个 负号在前面吧 的这个X 把他的X 以 X-2取代 所以你会看到的式子是 Y 等于2的 负的 X-2 也就是说他其实会变成 负X加2的意思 然后他的图形会涨 这个再右移两单位 这个点 因为往右靠了 会交的更上面一点 就是原本的那个 负荷带进去的位置 是2的2次是4 那图形有没有画对是一回事 4子有没有做对呢 就说当你发现他左右翻在右移两单位的时候 你 有没有把这个X-2 刮起来一起乘负的呢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用的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那差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一句 对X-2所做的变动 越后面发生 会越贴近X 因为他会从内部去改变 那就是我刚刚讲 我说 把X-2以什么取代 这样子的描述是 有用的 他会避免我们 去错误的记 错误的 去 去猜 去想 因为你每一次都是把X-2以什么取代 把X-2以什么取代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负号是 放在那里的哦 我只有把X-2以X-2取代的话 就会有负号 那如果我是这样子 我先把X-2以X-2取代 再把X-2以-X取代 我要不要连-2一起刮起来付 不用 因为我只有把X-2以-X取代而已 那为什么呢 除了说 好像这样子图形上看起来 这样描述起来 有点道理之外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我常买的红茶 一杯X-1 那今天同学生日要请他们 所以我买了三杯 结果我在买的时候 我发现他现在调涨了 一杯调涨10块 那请问我要花的是 3X-10 还是 3倍的X-10 那我相信这个生活知识 大家都知道 就是 3倍的X-10 因为每一杯都多10块 3倍多30啊 所以说当X-10 被以X-10 取代的时候 你就是加载什么 把3X 那个X怎么样 变X-10 所以越后面 我已经知道买三杯了 然后我知道 以X-10 取代 越后面发生的事情 会越贴近X去改变 每一次都是去改这个X在的这个点 好 那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我现在要画这个 假如原本F-10长这样 我要画 F-10 有没有 -绝对值X加1 那我要怎么画呢 因为刚才讲 越后面 越后面发生的 越贴近X 所以越贴近X的越晚画 越外侧的 越先画 那学生会想说 什么叫做越贴近X我就不知道啊 那其实很简单 你把X 比如说 带3进去看看 你会怎么算 假如带3或带-5好了 带-5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 先取绝对值 变正5 再乘一个负号 变-5 再加1嘛 那这样你就知道顺序啦 所以说这样你就知道内外了嘛 所以最贴近X的是什么 绝对值 因为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是从小括号往外算的嘛 我们是从里面往外算的嘛 如果有次方会次方先算嘛 对不对 然后有乘 乘的话乘除会赢加减嘛 所以说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从里面往外算 这样你就知道说 内外的顺序是 最里面的是 绝对值 再来负号 再来加1 所以如果我要做图 月里面的月晚做 我要先做 加1 再做负号 再做 绝对值嘛 所以先把 X以 X加1取代 是什么 左以1单位 有没有看到 再来 把X以 负X取代 是什么 水平翻转 再来 再来 把X以 绝对值X取代 是 左半 扣皮右半 所以 原本的图 F of X长这样 那么这个式子就是 长这样 这样可以吗 这就是我所谓的 对X做的变动 越后面发生会越贴近X 如果你有笔记本的话把它插上去吧 把刚才这两个例子也插上去吧 按个暂停就可以回去看我们怎么做 那我刚讲你自己在做图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 一步一步做 多做几次确定你都会正确的推论之后 你才去省略这些要做的步骤 去画 不画就是直接用推的 一开始都不要省略步骤 也不要企图直接找答案 我想应该是什么什么 那个都 很容易错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再来 我们下轮了 下轮了 进去